雕像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设计 干嘛图书馆来找龙的 看后面那张牌子 出口咖啡非常熟悉的字眼 就是普利策键的 所以你在求职工程中有碰壁过 到处都是壁 这都好滑啊这里 真的很滑 你出来看 智客 美国探校第二季 带你揭秘留学的真相 出国考试找智客 同样的时间更高的分数 一座狭长的曼哈顿岛 演绎了无数的纽约传说 而在曼岛西北部异域 有一面拥有浪漫名称的山坡 叫做沉边高地 除了纽约街头文艺复兴的圣地 哈林区之外 这里坠局盛名的光芒 还属于一所长青藤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 鼎鼎大名的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大家都知道吧 虽然我来过一次 这个同学 感谢滕校园先吧 那么这位同学 请问你知道滕校有哪几个吗 好的 那今天还是我们熟悉的 甲酒商同学 带我们来往哥大的校园 来打个招呼呗 嗨 大家好 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来哥大 没有那种城市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好吧 虽然说哥大是 真的是在上系比较偏系地方 当时你这个出门口就是Broadway 坐地铁一号线转二三号线 直接大概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就能到那个Times Square 我觉得就是哥大相当于一个闹钟取劲的地方 非常适合学生来这边读书学习做研究 他的村那还有人在看书 对对对 这屏幕后面有人在玩电脑 OK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今天还是拜托甲酒商同学 带我们再走一次哥大的校园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发现一些不同的地方 Let's go 走吧 哥大化工专业毕业生Jasper 带我们穿过了这条林荫大道 哥大的中心广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我给你介绍就是 哥大一个非常网红的地方 就是Alma Mater这个雕像 每一个来哥大这边的游客或学生 都会在这边拍照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刚来的时候就我们学校考试嘛 考试的时候 最后一道题就说 这个雕像叫什么名字 但我们课堂上面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叫啥名字 或许对于大部分师生来说 雕像不过是游客们到此一游的象征 但这座雕像的意义可不简单 它的原型正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一手法杖 一手平举 仿佛正在赐予学子们力量和智慧 平时我们学习的时候 请不吝点赐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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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low 他不是很low吗 他实际上没有 我那个low的意思 因为他low是各大校长姓 当时是他捐赠的 所以说他的library 不然他现在已经不做图书馆用的 他更多是用行政中心 或者一些会议举办的地方 现在学生学习或者去的最大图书馆 是我们前面的图书馆 那为什么哥大要把长书整体搬迁呢 有一个啼笑皆非又让人惊讶的理由 因为哥大长书之多 已经到了要把老图书馆压他的地步 现在哥大的主图 正是low library对面的巴特勒图书馆 眼前的人满为患 只是哥大图书馆系统的冰山一角 哥大共有大大小小20多个图书馆 其中东亚图书馆是非常值得中国同胞们一去的地方 馆藏大量真本孤本 尤其是这些帮助外国人学习和理解中文的古籍 是嫁接世界与中国的桥梁 翻开这些已经微微脆弱的纸张 我们读到的远比文字更多 与东亚图书馆相关的是哥大出众的汉学系 美国许多大学都有相关专业 但大多数建立的目的 是处于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需求 唯有哥大的汉学系 一直秉承不公立众人文的传统 这些都源于一百多年前 一位普通的中国籍劳工丁龙的愿望 他的美国雇主和挚友叫做卡本迪埃 他的母校正是哥大 在卡本迪埃的联络下 全美第一个汉学系终于建立起来了 清朝驻美大臣武亭芳把消息带到了国内 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 也跟随捐赠了大量书籍 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那么简单 也让哥大和中国有了更深的渊源 直至当代 哥大也一直是录取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 常青藤名校 虽然汉学系并不算哥大的热门专业 丁龙的生平也鲜少有迹可循 但我们也必须和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 因为是丁龙 让大家记住了我们不是局外人 美国不只是欧洲移民的新大陆 也同样是靠华人建立起来的国度 美国大学的强大更离不开咱们的捐赠 学费和科研成果 这一段楼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哥大的新闻学院楼 然后呢看后面的这个牌子 它就是看到 Found by Joseph Pulitzer 对我发音不是特别好算了 看后面的牌子 是不是看到非常熟悉的字眼就是普利策奖 就是新闻界非常著名的奖 新闻界的奥斯坦 可以这么说 除了普利策奖的诞生地新闻学院 哥大还有由联合国原班人马创建的国际公共事务学院 培养除巴菲特的商学院 等二十所一流本科或研究生院 以及教育学院巴纳德学院 和两所神学院在内的四大独立学院 尤其是教育学院和巴纳德学院 有着独立的财政和管理系统 但也享受哥大其他学院的教育资源 可以说既属于哥大 又独立于哥大 也让国内对这两所学院产生了不少议论 然后现在我身后这个学院就是巴纳德学院 它以前就是全女子学院 不过后来就是 大家稍微开放了之后呢 哥大的undergrad 就本歌生也可以选择巴纳这边课 然后巴纳德学院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哥大的课 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是 巴纳德学院觉得她自己不是哥大的 然后呢是一个独立学院 但是呢她又依赖于哥大的一些名气 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源 巴纳德学院是美国早期最优秀的女子学院之一 并入哥大之后依然只招收女生 但和哥大的学生一起上课 是一所混合性别上课的新时代女校 比如歌手刘洛英 第一代网红的代表婉婉 还有张哲天也是亲华到巴纳德的交换生 并且进入巴纳德学院的门槛并不高 是进入所有长青藤名校本科之中 成绩要求最低的一条路 当然这个要求不高啊 也只是相对而言 能进巴纳德学院的女生 至少也得在一流高中里名列前茅 现在我们要走啊 是哥大算是唯一一条密道吧 因为哥大其他密道 因为安全原因全部得封掉了 进去吧 请跟我走这边 不过下一场大概走几分钟吧 现在我们走走这个 小心小心小心 Oh my god 这位同事 好滑啊这里啊 真的很滑你猜猜看 当时在曼哈顿计划的时候 也是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 所以他在每个建筑的楼下面 都会有一些小蜜料 比如说巴特勒 到其他楼也是有很多密道的 当时刚开放的时候 就很多学生们 他们为了探索 位置领域 所以各种 各种跑 可能是因为 发生一些事故之后 就是把风掉了 就我们现在是从这个建筑楼里面出来 但是呢我们进去的是前面那个建筑楼 对 对 当你们在重看那个蜘蛛侠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时 Peter Parker 就是坐在这个 112 位置后面 也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 你想当Peter Parker 那来疙瘩吧 这儿就是疙瘩最具代表性的教室之一 不仅是因为拍过蜘蛛侠 更因为这是歌大至今保留的最古老教室 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这里汲取知识 走向各行各业 我们很好奇 和如此多的学霸一起学习 是一种怎样的挑战呢 这本来说可能是在本课的时候 学的成绩还OK 还获得比较不错 然后歌大的时候发现 卧槽 学霸太多了 然后呢感觉我就变成掉车尾 然后我们课的考试成绩 到底不是说你考到多少分就多少分 而是根据大家总体的成绩 会有Curve 或者说会有按个排名 会给那个ABC 我觉得当时歌大选择在这个地方 还挺不错的 就本身说一个学校 站在一个市中心 或者说你一个宇宙中心 就是跟世界很繁华地点 全部都连接在一起的话 那可能学生就没有一个想学学 心经常去跑去玩啊 吃喝玩乐啊 但歌大话本身说 这个学校氛围会比较浓 所以呢大家会比较喜欢去学习 再加上学习压力比较大 然后毕业工作也会跟这个 会有一定程度的挂钩 那么为了想要毕业之后呢 找一份比较好工作的话 肯定是学习这方面是不能落下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学生在课余时间或者上课时间 都比较专心努力去学习 然后争取毕业的时候 哪一个好基点 然后呢去好公司实习上班 纽约的大前世界 当然不止吃喝玩乐 很多人选择歌大 就是因为纽约 有数不尽的机会等待了他们 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有些严肃 就是歌大毕业之后 留学生该何去何从 南达各大毕业还从没有好出路 所以你在求职工中有碰壁过吗 到处都是毕业 难道那么顺利 有那么顺利的话我就 拿我的专业来讲吧 就是我们一个班里面 中国人找到工作的 大概也就三四个 然后呢 有很多一些学霸 他们在这边找的也不是很顺利 或者说不是他们想要待遇 要么就是回国找到了更好工作 要么就是去其他的州 继续读PhD 其实这个同志我告诉你 你这样不要灰心 因为不只是你这个专业不好找工作而已 纽约的商业和文化高度发达 但在不少中国留学生擅长的理工科 计算机等领域 却没有太多的好机会 Jasper也正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阶段 加上歌大中国留学生比较多 内部竞争更加激烈 现实让不少因为看中纽约这个城市 而来到歌大的留学生陷入过迷茫 让我们回到惊天探校的开头 纽约的摩天大楼不仅有永不熄灭的灯光 更代表着这里是突破时区 链接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大脑 歌大的目标也肯定不止偏安曼哈顿一遇 这里是梦想起飞的跑道 更广阔的天地才是歌大学子的舞台 愿每位留学生都虔诚似锦 不忘初衷 如猫头鹰一般的专注 如熊师一般的刚毅 就是留学带给大家最强大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这一集的编导搜索很高兴的 大家能够看完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谈小型 然后在之后的节目里呢 我们也很想在每次节目的最后 就像接下来一样给大家做一个导演的心得分享 和大家聊一聊镜头之外 我们所观察到的美国大学的真相 其实在歌大啊 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中国人是真的多 然后稍微了解一点歌大人呢 也都知道歌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专业呢 就是统计学 这个专业每年会招几百个留学生 然后基本全是中国人 这也是很多人对歌大统计 对歌大产生质疑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名校太水了 反正交了钱就能上嘛 关于这件事呢 我想先回到视频里面我们提到的 那个卡本DI和丁永的故事 其实当时卡本DI捐钱建立这个汉学系 以后呢 歌大不停的问他要钱 不停的问他要钱 大概前天后要了几十万美元 就是显得非常的势烈嘛 反正你有钱就是大哥 没有钱这个汉学系可能就办不下去了 这其实在美国很正常 就是非常赤裸裸的 你有钱你就是优势专业 没有钱你马上靠边站 根本不会管你什么家国情怀 可能在咱们的概念里面啊 你说一个大学学习跟钱搞上关系 你说这个学校能好吗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 逻辑可能不太一样 只要你钱给到位了 这个东西肯定是好的 就跟统计学一样 其实统计学本身是不差的 请的全是最好的老师 用到的学校的资源也都是非常好的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真的人太多了 导师教授根本顾及不到你每个人 所以说你要学的好 全靠自觉 然后最近不是也是毕业期吗 我看今天的微博热搜 就是要去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每年升学的时候也一样 你是要去这种好大学的水专业呢 还是去一般大学的好专业 其实这些讨论呢 一年又一年 永远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那我觉得关键是讨论点错了 我们根本不用去关心公司怎么样 学校怎么样 关键是要搞清楚自己 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你对统计有兴趣 你未来想做数据统计方面的工作 各大当然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莫名其妙拿个offer 混个文凭 那你这个专业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水专业 因为你根本用不上它 好的今天的分享呢 主要就是这一点 也祝大家不管是未来在升学 还是找工作的时候 都能够遵循自己的内心 而不要过多去考虑 学校怎么样 公司怎么样 你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想起你这个时候的选择 就会是正确的选择 绝对不会让你后悔